当有网友联系到我了,是本地人,永静这边本地人的,他说帮我找房子了,然后他原来就住在我对面,就是我现在未知的对面,就是后面这个地方,然后我现在等他过来,然后呢,那位女士呢就帮我把行李都放在车里面,热热也放在车里面,然后那空着的地方呢,就可以装样子, 装在车里面了,不用要热热跑了,我就去他当车,跟他一起去住房的地方,现在去,小妈咪,你等我回来啊,我安顿好,我就回来找你啊,天黑了,走了走了,向着我们的新家出发了,到了,到了,那辆车就是了, 好处啊,好处雅啊,好处雅啊,我来吧,看到去了,现在好一点了,到了,还有,离开我一会儿就叫,刚才在车上一叫,现在好了,来来来,还有,好着急啊,好着急啊,放着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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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走,没事啦, 快快快 到了 就是这间 我们进去看一下 麻烦了 去吃饭了 好了 到饭馆了 哇 哇 哇 好好玩 还有麻将 好大 这小孩子好奇 追着过来逗狗 小心 没事 乐乐不怕的 上菜了 上菜了 接动车 好了好了 现在在饭馆这边 还包了整个房子 然后请我吃饭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吃 有这个面片 有那个猪肉 有那个炒菜 还有茶 还有米饭 我好丰盛啊 忙活了一整晚 终于不用在外面睡帐篷了 我今晚 我床睡了 我今晚可以睡在房间里面 好了 就是这个房间 我好大 这个房间 我应该是好久 没有住人了 所以比较简陋 比较简陋 但已经比我在外面好很多了 那我们今晚不用露宿街头了 我们今晚有房子睡了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定下来的 因为实在是太突然了 今天找了一整天下午 那个网友 那个网友就找到我 然后帮我找 然后 他找到我的时候 密码打电话 四处找 有没有可以暂时留下来 可以休息一晚的地方 然后就找个特别的充满 很多事情都很充满 所以很多事情还没有稳定下来 明天再说 反正今晚 反正这一两晚 这一两天先住住着 再说 住了再说 然后 暖定了 暖定了 就可以安定下来了 然后这个地上都是会城了 然后的话 因为现在晚上还是挺冷的 晚上还是挺冷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床 用自己的垫子都铺好了 然后就让浪浪也上床睡 不会搞脏这个床 因为这里铺好了 我用我的睡袋 还有垫子都铺好 不会弄脏这个床 我也想要浪浪睡得好一点 那么 嗯 嗯